比律均宣傳 好了 套附的位置 所以套附的位置會怎樣呢? 很快吧 套附的位置會怎樣呢? 很簡單而已 上去 上去的時候會怎樣上呢? 這個是我們中四教的什麼呢? 拋體 拋體 拋物線 記得嗎? 如果向下就很簡單 一個東西就這樣下跌 現在向上的話 其實一樣的東西就這樣升上去 這個是負的 負同症之間就蓋住了 所以就慢慢斜上去 OK嗎? 聽得明白嗎? 好 畫完了電子的路徑 之後問你 投電子穿過平衡板的時間 假設它要穿過平衡板 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呢? 很簡單 這條沒有難度 如果它要橫穿過平衡板 應該怎樣做呢? 距離除時間 距離是4cm 而時間是 距離除速度 不是時間 速度是5.4乘10的六次方 聽得明白嗎? 聽得明白嗎? 距離除速度 等於時間 不行的話 我寫好一點 不行的話 就是距離等於速度乘時間 OK 所以 距離是4cm 0.04 速度是5.4乘10的六次方 時間就完成了 非常快 快到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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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時間很短 做得很短 這條後面也要告訴你 它想處理的問題 就是一條拋物體的問題 所以後面會比較困難 聽得懂嗎? 答案是多少? 0.04 才5.4乘10的六次方 多少呢? 7.41乘10-9 完成後,這個在後面才會使用 去到第C部分問你 問你在兩塊平板之間的加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即是我們找昨天的十字的哪個位置 我們找加速度 找F 我們有E,這邊是V,這邊是能量 這次我們從甚麼開始數起 兩塊平板給了我們什麼 V 我們從V開始數上來找E 再找F出來就可以了 E是電場長度 我們上課應該說了 記得從V怎樣找F出來 就是E E 對,E E S V 那另外呢,F等於甚麼 換E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EQ OK 所以你便可以找到這個app 自己試試看答案有多少 四個關係你必須記得 一個是s 一個是q的關係 找完之後你便可以知道大約 找回力 除回質量就是加速度 s便是距離 現在我們選擇距離是0.5cm 你去法國的數值很小或者很大 但是沒有什麼關係 除了100 0.005 0.005 0.005 0.5除100 0.005 除了100便多了2號0 所以0.005就是距離 V是0.250 V在這裡 這個是V 這是V 這個是V 這個是S 找回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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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F 再找A 繞一個大圈才找到 Q 是電池 1.6乘10 0.99 質量是1乘10 0.99 1乘10 0.99 KL機 這次不是要戴KL機嗎? 我這樣一次給大家看 不要煩 那 這個計數機 好,直線 除了距離 除了0.005 首先我們得到E E是50 很噁心 我這個數字很漂亮 之後 F E 8乘10 E 19 好 E就是8 E 8乘10 18次方 沒有18次方 沒有問題嗎? 好 5.8 你用了減數嗎? 你用了減數嗎? 5.8 你用了減數嗎? 5.8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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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應該沒有時間 先按下答案 答案 答案是 8.78 8.9 10 9.8 沒錯 6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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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6 8 18 12 18 官字拚命就按了 按吧 1.x10a 對,乘10係12次方 為甚麼?F等於ma F是F等於ma F是8乘10係-18 質量是9.11乘10係-1 乘1乘A OK 它是右下的,不用一步,減一步 那是右下的? 那是右下的 你說你說這邊,這樣走? 一樣的,這樣走我做一次給你們看 你只是把mah的抽出來 mah的f就是mah的f,根本就是mah的f 根本是mah的,沒有分別人 你只是把mah的東西丟掉 對 剛才,這支器所說的 這是能量,這邊是f 它的想法是v乘q等於能量 然後再把mah的東西丟掉 f,s 這樣吧? 然後這個,簡又抽出來 對吧? 那你就這樣做,然後扔扔扔扔扔扔扔 看 其實不是一樣的 分開幾次,還是一次過做的 沒有分別 即是把一次過把東西丟掉出來 然後找個字公式出來 沒有分別 你按這個和這個 你按這個和這個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不是 永遠都是的 看一件事 看一件事 你按計算機的時候,是不是按E 你按E 你不是按E一定錯的 告訴你 按E 是,一定要按E 不是按E 不是按E的話 你的脂肪會承扔扔扔扔扔 你會變成10個和3個的脂肪 所以會扔扔扔扔 所以會扔扔扔 好,之後 到D1 問你原垂位置是什麼 以及移動方式是什麼 原垂位置 原垂位置 即是告訴你 找個位置 剛才我們整塊板在這裡 整塊板在這裡 它在中間出來的時候 它會升上去 究竟它升了多少 這一局距離是多少 原垂位置 開個冷氣 應該不熱 很冷 最小的那個我吃了 好吧 原垂位置 即是垂直向上 提升了多少 OK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有加速度 我們有加速度 我們也有時間 用哪一條公式 Ut加2分至at2次 OK 我們只是考慮Y方向 所以就是Y方向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是0 所以就是0 0加2分之1 乘以 剛才那個8點多 不知道8點多 乘10幾 12次方 再乘一個時間 我忘記了這個 UY 最初你橫行 所以UY是0 7.41 7.41 7.41 乘10幾 乘9次方 那個 OK 就這樣做完了 斜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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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計算的話 怎麼計算呢 這裡 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 這裡 斜上行 說完就算了 斜上行 就是叫你找回 斜上行方向 就是找回 Veta 所以就是 Vy除Vx X等於Tandium Veta 記不記得那時候說過嗎 如果我想知道那個移動方向的話 我們把Y方向的速度 和X方向的速度 相隨 我們就可以看到 究竟它的結合法是多少 在這裡 就用Tandium Veta的方法 計算出來 這樣 這個怎麼說 暫時不會 聽得明白 最重要是 聽得明白 明白 鮪魚很大 什麼 鮪魚很大 鮪魚很大 也不會 鮪魚很小 你後面那個東西有-18次方 你-92次方就是-18次 8.78 A是-12次嗎 A是12次 好 我按一次解釋給大家看 我按一次解釋給大家看 好 答位是0.0002 S是0.000241 OK 是-十幾 十幾 10元-4次方 答位是-10元-4次方 答位 加多有幾gend 0.000241 我-121 我-221 結算是-24,那二萬四千多 不是 你-9 -9有沒有二次方 是-4 是-9 是-9 有二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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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8 -9二次方 是-9二次方 也有二次方 我也覺得很適合自己的 我差點按錯 你不是已經按錯了 OK,是不是真的這條好不好? 這條已經接近最難的了 這條已經是接近最難的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接近最難的了 這條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我還不知道嗎? 兒子也很簡單 兒子也很簡單 移動方向,說完了 說完了嗎? 做多次了 這一段吧 我們要找個Vy出來 也要找個Vx出來 之後兩個相除等於tangentlater OK 那Vy怎麼找呢? Vy等於u加at 前面是0 所以就是a乘t 除了Vx 等於tangentlater 要找是可以找的 不如跟大家按照數據 再按你們會打下線路 我知道 在這裡 你和我按了一條 我剛才知道你會有問題 很容易 大家可以去做 我剛才是在這裡 大家都是這樣 好,大家做下面的第四十五條 今天做不完整整張紙 四十五條自己試試做一次 你們做到的 有足夠能力做的 跟上次我們說的幾條差不多 其實是這條 是e 對 做多次給大家看 現場難度 e乘s 等於v 所以是2000 這個是0.01 剛才想跟我講 這個就是2000 補回兩個連結 記住的單位 e的單位 nc-1 很容易錯的 e的單位 nc-1 你看 平均類型 一會兒說 向下是重量 向上是電力 記住中文全寫 剛才找到質量 你們做了質量 有e 我寫好一點 e乘Q e乘Q 就等於0 所以 等於mg 所以 e乘Q 就是2000 3 4 000 乘3.2 乘10 的負首次方 就會等於10 乘2 質量 計算出來答案多少 你們 6.4乘10 6.4乘10 等於質量 好了 到這為止 質量單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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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OK 之後 這個是什麼類型 這個是什麼類型 我想問一下 什麼叫什麼類型 平衡狀態 它是穩定還是不穩定的類型 穩定還是不穩定 怎麼看呢 很簡單 現在這個位置是平衡的 如果它向上了一點 一點 那這個東西會怎樣呢 它會 想清楚 想清楚 對 向了一點 那麼F 向上的F 和向下的MG 會不會有改變的呢 又說回上次問題 假設這東西 由原本這個位置 我去到上一格少少的位置 那裡 那個力會不會大了呢 F 和EQ 那個力會不會大了呢 那個重量會不會改變呢 不會呢 都不會改變的 重量是不會改變的 那個力會不會大了 亦都不會的 因為E 整塊板的E是一樣的 哪一個位置的E都是一樣的 上上下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所以 E和Q都不變 而MG都不變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 穩定的狀態 擺在哪一個位置 其實它都是穩定的 都不會走去的 叫穩定狀態 這時候有什麼E會 如果另一種情況 如果我擺在這樣的情況 假設我如果是 兩顆正面 我擺在中間 我擺在近某一個位置 因為和我距離性關係 力和距離性關係的話 你擺在越近的話 力會越大了 但現在不會的 因為現在 在發平衡板上下 擺在某個位置 力都一樣大小 聽到明白嗎 擺在哪塊板 整塊板裡面的 電場向度都不變 都在同一個數值 所以這個位置 力都不變 所以什麼平衡類型 穩定的平衡類型 就是這樣 一個穩定的情況 OK 好 講到這裡 我們打招